疫情爆發以來 為了減少人員流動與接觸 三星鄉公所在上個月20號 暫停鄉內所有大型家具 及木質廢棄物的登記載運 但累積等待處理的數量已經不少 經過公所評估 也宣布從今天開始恢復運作 我們這組一定會配合防疫 因為在全國性的動作很多 都為了配合國家的防疫 把大型垃圾 收取大型垃圾的工作都減停 但是看起來三星的需求比較嚴重 就是說三星屬於鑽腳的地方 大型的這些東西也沒人收的 那些沒死掉 所以我們一定在21號開始 也會定期收取大型垃圾 不過現在仍在疫情期間 若是鄉民有需要親運大型家具 再將家具移到戶外時 雖然已經是要丟棄 但公所呼籲民眾可以自行先消毒清潔 以免有任何病菌或病毒 侵蝕收運人員的健康 但是我們也在這裡 佛祐我們的鄉親 大型垃圾如果丟在戶外 你要收 我們可以用消毒水稍微噴一下 顧到你的安全 顧到我們全家隊的隊員都知道 顧到大家的安全 我們共同繼續來做防疫的工作 希望透過給大家方便 也可以減顧到防疫的工作 做很完整 需要收運可以撥打公所專線電話 其餘規定則不變 宜蘭新聞記者 黃珠漢採訪報導 他好熱鬨 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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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